台南麻豆国中少女放学 遭到陌生男子尾随 还在偏僻巷弄里 把她强压在地 还好呢 她大声的呼救没有受伤 在警方连日追查下 这名男子终于落网 她共称家住安南区 和父母一起来工地工作 因为觉得少女很可爱 才会做出失控举动 最后被警方依法送办 监视起派下 一名国中女学生 放学回家走进小巷 五秒后接到另一头 一名男子快步跑进巷子里 心怀不轨将他强压倒地 女学生吓得大叫 男子快步逃离现场 附近住户听到求救声 前往查看 这个是被害人 从后门 后门 学校后门 经过这个马路 先乱从这边快速跑步经过 国中那边吓 吓一人放学 他一直走过 查理这个位置 因为他在那喊救命 这边的人有听到 事情发生在17号下午5点 台南麻豆这名女学生 放学后独自一人回家 却被陌生男子盯上 还好警方连日调阅监视器 终于在下午 把这名男子逮捕归案 下手袭击少女的杨姓男子 家住安南区 跟随父母一起到马豆工作 家人难以置信 儿子竟然会是 引发恐慌的尾随狼 由于台南接连 发生少女遭到骚扰的状况 学校也呼吁 上下学最好要结伴同行 避开偏僻小巷 别让不肖人士有机可乘 记者黄瑶明台南报导